Hello,大家好,我是凤凰 官方已经公布了S8新赛季的讯息 相信大家都热切期待S8会有什么新的体验 那今天就让我凤凰带大家逐一盘点S8新的东西吧 相信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新武将核战法 S8会推出两只全新的武将 SP朱俊跟王元姬 SP朱俊可以说是新的版本之子 自带战法为指挥战法 简单一点来说就是第二回合开始提供一个全体增伤扣血 然后大幅降低对方的谋略伤害 因为不论是单挂还是群攻的组合都是OP的存在 常见的组合有SP元少、SP朱俊 居受组成的控制群攻 SP元少能缴械、克制冰刃输出 再配上棚扫或者是各种控制战法 常常可以把对方控到动不了 SP朱俊的稳定伤害跟针对谋略输出 加上武当飞军的各种属性的中毒 输出真的超稳定 G兽则是控制甲 由于两只输出都带控制 G兽延长控制时间 令这队只有你打人的份 人家打不到你 绝对是S8之后的T0队伍 那SP朱俊组成的群攻 目前好打的队伍有 麒麟、狐枪、射击弓等等的法系队伍 比较难打的像无奇、三四旅这些速攻队伍 有机会急速秒杀 但整体来说还是五五开的水平 另外比较难打的就是顶配的泰卫盾 因为司马的输出时间在第四回合之后 而且也不怕控 但总体来说也是不会输的太惨 大概就是六四开的一个局面 至于亡元机呢 算是一张比较特殊的卡牌 个人觉得强度属于能玩弹一般 亡元机会在一、三、五、七回合送一发普攻给队友 二、四、六、八有一个小小的补血功能 比较适合搭配的武将有商聊跟夏侯渊 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替代曹操的一个方案的位棋 或者是伪尖雄旗 但是两者都一样怕胜气 但是如果运气好是可以报头的哦 最好是让张辽的武力最高 然后夏侯渊、施罗伊的连击 第一回合四发普攻 五暴击的突击战法 有机会拼一回合秒杀 亡元机最大的优势就是能解放曹操 来组另外一些强一点的队伍 个人认为卫棋即使是没尖雄啊 还是曹操比较强 但一般大家都拿曹操去赌司马队啊 法盾啊、卫法棋啊之类的 因此想多队共存的话呢 王元机也是可以考虑的哦 以王元机组成的位棋呢 优缺点很明显 优点就是虐那些T1啊T2的队伍很好打 比如五虎枪之类的 有机会零损爆头 以及打那些法器队伍 也是占一些小小的优势 缺点呢就是超怕生气和一些减伤队伍 比如虎城啊、无棋、无枪等一律打不过 属于盯着荧幕抓克制的队伍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新的传承战法 速成奇力 白质SP朱骏跟王元机 比较推荐的就是拆王元机啊 因为如果你拆朱骏的话 除非你是满红课掌 或者是你真的很想不开 新战法效果为突击版的落缝 基本上呢不影响版本 大概只有虎城弓会用到 替代弯弓 不过我觉得两者够有优势 所以没有很推大家传承 事件阵法方面呢 新的阵法行一阵来了 行一阵的效果如下 以S8版本来说呢 基本上适合的只有太卫盾使用 很多人就会问 那么太卫盾的话 行一阵或者是风时阵哪一个会比较强呢 我在先锋服务有测试过 风时阵呢对太卫盾还是稍微比较强一些 但要考虑共存的话呢 例如你想共存无枪 太卫盾以行一阵作为替代表也是可以算是T0的级别 前面回合减伤 后面回合增伤 有时候比风时阵更加稳定一点点 特别的是军民加不到司马 风时阵又加承受伤害 随时会被速攻队爆头 行一阵呢会令太卫盾比较稳定一点点 网上也有一些行一阵的黑科技 个人暂时抱着观望的态度 S8的地图呢 总体来说是应用了S3的地图当作是脚本 不同的是在S8赛季将会新增四种不同的特殊地区 分别是荒漠 湿地 丘陵 跟森林 各区呢分别会有一个debuff 然后其中一个兵种免疫该debuff 另一个兵种会有一个新的指令 另外呢也会增添一些特殊的药地 可以调动或者获得争议 我们就用森林来作为一个例子吧 以森林为例呢 debuff是无法在森林铸成和视野减一格 盾兵免疫视野一格 然后枪兵呢是可以使用猎阵这个特别的指令 其实就是跟助手没两样 只是一个加强版的一个助手 可以减伤 特殊药地是伐木场 除了可以调动之外呢 也会获得一些附近的大量的视野 以及增加木材的产量 详细的四种特殊地形 我会把它打在荧幕上面 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暂停观看 相信芭蕉酒对于各个伺服器都是一场恶梦 不管是各大小路或者是关卡 都是满满的城池卡位封路 官方因此呢新增了一个军阵 让大家有机会突破这个芭蕉酒的封锁 那军阵呢可以用来调动和增加军事的建筑物的持久 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能盖 满极的军阵会提供七格内让对方的八加九失效 因此如果在重要的关口路口僵持不下呢 盖军阵然后升到满极会让大家比较轻松突破 而且调动跟增兵功能对于快速支援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那么在新的赛季呢 官方也会新增一个新的密册 三十胡江 效果为在自己出生州的平原站驻守交战时 会马上补20%的伤兵 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速食版的军阅团 效果相信也是跟着军阅团一样一般般 还是开三军疯狂开打会比较实在 以上就是S8的新的内容 如无意外呢 第一批的伺服器将会在7月2号进入S8赛季开荒 那么大家也应该知道最近凤凰也是转了六福 所以当下呢在开荒时期也会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下S8的开荒经验 那么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跟我聊一聊 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呢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 我是凤凰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